演出人选新人走浪者 却与金中奖入围名单错身的黄建伟 今年六月曾遭到演员蜜亚控诉趁机信交 就在金中奖前夕 蜜亚PO出船票 透露自己被告了 虽然黄建伟选在这个时间点好样的 是有多需要美光灯 黄建伟事发至今始终未公开露面 倒是老婆蔡轩燕一路力挺 据了解两人低调进行法律动作 已经有一段时间 人在国外工作的黄建伟 也透过经纪人回应 几个月前已委托律师提出诉状 目前检调调查中 交付司法是因为相信并尊重司法 近代司法程序 与黄建伟同剧演出的赖被霞 因为既是金中奖迷你剧集 女配角入围者 同时也是郭台铭的副手 是否出席周六的金中奖颁奖典礼 也格外受关注 对此赖被霞经纪人表示 目前周六有一个行程 还不确定是否能够参加 倒是因为他的身份转变 让公共电视 在播映人选之人 造浪者之前 还得要加注字卡 强调戏剧的虚构性质 就是因为剧中人物背景 角色设定 与现实政治氛围 有相似之处 在邀请专家们 慎重评估播出方式后 公事决定将以字卡说明 本剧于2020年即开始编剧 2021年制作玄角 2022年完成 2023年4月在国际平台首播 戏剧内容纯属虚构 如有与现今相似之情况 纯属巧合 其与明辩 从播出到现在各种新闻展开 也让人选之人造浪者 已经上架半年 声量不间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